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评论是很值得的 其实我自己的海鲜过敏 一吃就不舒服了 但是我死都要吃 那你说什么巴之闭呢? 在附近的,去到先吧 因为那里是常年排队 现在的时间是中午1点 希望今天不需要排队 今天不用排队 就是那边那间,东欣公 都有啊,都有啊 都有啊啦 这要排队是吧? OK 27 他要等9个 来到压菜后,喝得36后 只有蛋糕档子 菠萝炒饭 大理牛肉 东欣公汤 鸡肉 那里是长年很多人排队的 对 今天算少了吧 今天也不少 也不少 这是我们过的那个点 对 OK,谢谢 那算等一下 好嘞 早晚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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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觉得这家餐厅的东西好吃吗 你觉得呢? 还可以 还可以 味上感觉比较正宗 正宗一点 就跟你去泰国那边吃的一样的 对,超多的 100分的话给多少分? 85分 价格也很平价 就感觉在广州这个价位 根本吃不到这么多东西 是 是 正如刚才那位美女所说的 这里吃东西比广州便宜 因为呢 桌面已经是1,2,3 个菜 4个菜 1个汤 1个饭 1个甜品 我们竟然还没超标 曾老板没理由这样对她 对 1个甜品 1个菜 3个油 我要和你一拍 荡染缸 开始试试 因为怎么说这家的名字 也叫荡染缸 对吧 对吧 各位,我不客气了 番茄味原来很浓 这个汤底 我猜是椰浆 椰浆 椰浆 有特殊的 清的食物香味 一层味 一层味 就是香料的味道 一层味道 一层辣的味道 一层味道 当中再喝一点点香料 其实你喝下肚子没有那么多层次 你觉得很美味 为什么我说到那么有层次呢 我看着料来说 有作用的 你不要笑 你看着那种味道 对吧 和喝红酒的理论一样 再来这个是咖喱牛肉 刚才那个洛菜的哥哥 跟我说 你试试咖喱 会个人一点 咖喱很有趣 它是融合了 日式咖喱的奶香味 和红咖喱的辛辣味 混合了一起的咖喱 吃到口后 除了是滑 就是咖喱汁的滑溜之外 它还有少少的辛辣感 这个感觉挺妙 我喜欢吃这个 牛肉方面醃得挺漂亮 挺滑溜 但这个好吃 这是猪脚肉 传统的一字梅 可能是大部分 但是它是爽口得利 不油腻 很有口感 那些猪肉做得很有口感 好,来到我 看看是不是有口感 让它说到很有口感的猪肉 它爽口 它不油腻 爽口得利 它不油腻 肥肉 如果处理恰当的话 就会有这种 入口感的感觉 你不觉得它是漏 不觉得它是香的 之余 它炭烧这些位置做得很漂亮 少少像叉烧 火鸡位 少少 好吃 在大众点评上 很多人推介的 菠萝饭 各位,我不是 蜆甜 蜆酸 蜆香 蜆蜆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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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冬蔭公这家餐厅 是我在深圳吃过 最好吃的泰国菜 因为我还没在深圳吃过 第二餐泰国菜 但是它真的很好 味道 我真的不太识益 泰国菜 每种香料 是清凉 厚重 是浓郁 还是清甜 真的不太识益 但是我只会知道 它真的会给到我一种很别致的感觉 因为自己都知道 东南亚跟我们这边的天气很相似 都是偽偽闷闷 像今天那样 下雨下雨下雨 于是大家都会用同一种方式 令到自己的腸胃好些 在调味上做得更加清新一些 做得更加开胃一些 因此这一餐饭 很符合我这个 港东人的胃口 孙孙孙孙孙 双江开胃 无论你在哪个平台看到我们的节目 按一按关注 就可以看到我们一路一路为你更新的节目 最后你记得摇带吃完全世界的人